多吃点 可我还是喜欢吃你 回来了 累了吧 还在生我的气啊 不声不响地跑去芮华面试 也没有提前跟你打个招呼 确实是我不对 但是 好了 我跟你说过了 有能力就上 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 生我的气没关系 可是 不要惩罚那些 一直等你回家的 无辜食物 好了 我自罚一杯 向你赔罪 你不要以为喝酒就能了事 你不打算跟我解释解释 我只是想 和你同一家公司 这样的话呢 那就每天都可以一起上班 一起下班 每天都可以见到你了 依我对你的了解 你是做不出这样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反正我去面试 我只是不想你为难嘛 现在你这个位置那么敏感 不能为任何人寻思 如果能得到其他人 甚至是董事长的认可 那金芮华就顺其自然了 那看来你成功了 因为你得到奶奶的认可了 什么 虽然奶奶能给出建议 但最后决定前 还是在我们镶嵌中 我只能正式地通知你 对不起 你是在拒绝我 你就这么想见瑞华吗 我已经给很多公司 投过简历 全都没有回音 只有瑞华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而且你说过 董事长看人很有眼光 也不会偏听偏信 所以很有可能 这次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可是 看来我还是失败了 你别录去了 你是不是又在骗我了 你还说 你上班是为了跟我一起 明明是为了当设计师 早知道是这么无聊的理由 我就 我就不录取你了 那就 以肉还债 想吃多少 都可以 来 多吃点 可我还是喜欢吃你 就是喜欢看这些无聊的玩笑 我 能不能求你件事啊 你还用求我吗 什么事说吧 不要让公司的人知道我们的关系好不好 好 那你要先告诉我 我们是什么关系啊 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哎 你不知道我怎么知道啊 我真不知道我们什么关系 不跟你说 什么关系吗 嗯 吃饭吗 说了呀 其他办法在试哪 您好 我是镶嵌组新来的设计师高杰 高杰 设计师不是要高会吗 这到底谁设计的呀 设计师是高会 我来这里是了解一下工厂的打样进度 这不是你设计的你来干什么呀 打听进度就是吹空气呗 我说你们这些做办公室是不是特别闲 每天就知道吹吹吹 你觉得容易你自己做呗 别误会 我是刚来报到想学习一下 没有别的意思 师傅 我试过好几次了 这步骤绝对没问题 是这图有问题的 怎么制版啊 抽真空没漏气泡吧 绝对不可能 再试试别的办法 这次公器延后了我也很着急啊 师傅们的压力也很大 不是我找借口 我觉得这一次图纸设计 真的是有点问题 就连最有经验的王室会跟我说了几次 说这图纸设计的不合理 太过分了 没法制版啊 图纸有问题 为什么不向公司反应呢 反应了 反应了 公司新来那个手续设计师高贵 人心高气傲 我没说几句 那就给我骂了一顿 骂我不要紧 师傅没积极性格 都不肯做 那我怎么办啊 这样吧 你先带我去工程看一看 好 看出什么来了 主钻的旁边有些杀眼 一些杀眼 这可是很多杀眼 这要是密集恐惧症啊 连看都不敢看 工期都已经这么赶了 你看这图画的 千马行空嘛 这怎么做呀 所以公司派我来协助您 我不是来催工期的 而是跟您一起想办法 看看怎么解决眼下的问题 还说不是催工期 得 又来个不懂行的 喂 王师傅 收起你的臭皮戒 这是公司小余总 过来看看大家 有没有什么困难没有 确实 这枚戒指呢 跟普通的戒指不一样 有一些反送 可是常常也说了 您是我们工厂里 子底最深的老师傅 这区区一点的创意 就会难倒你吗 你说得真容易啊 那你自己做一个我看看呗 要不然 让我来试试吧 我是新来的设计师 手艺自然比不上师傅们 可是如果我能做出来 相信经验老道的师傅们 肯定做得更好 小姑娘 你这口气可真不行 我今天就把话给你撂点 你要是能做出一个成模来 我们保证赶上工期 师傅 说话算话 算话 师傅 你几乎看不到傻眼啊 还有这个 背面看不到的地方 已经很惊喜 这有两下子 瑞华的设计师里 我还没见过几个像你这样 懂工艺的 我外公是经营系工工匠 从小我就看着他做 对这些特别有兴趣 汪哥 我们的设计师已经做出来了 还希望你不要让我们失望 那是自然 对了 你叫高杰 这样 你就在工厂帮我师傅们 直到样品完成吧 是 小余总 在工厂上 开工厂的 我们还可以先发现 帮助